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我们人体都需要摄取足够的优量 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正确的观念 富含膳食纤维还有各类营养的绿拿铁 对我们身体的肠味道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就带给大家我每天生活上每天做的事情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每天打绿拿铁 好了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很多人问果汁机跟我这台机器有什么不一样 果汁机是刀片所以它削的程度有限 所以果汁机喝起来它的渣渣会比较明显 那这台破壁调理机呢它是用炖刀撞击的原理 所以大家有看过我有示范把坚果打成粉 其实一下子而已 那也因为用撞击的原理 所以它可以把整个你要打进去的纤维 打到非常非常的细 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不喜欢喝起来有纤维出力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我为什么能够每一天都打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是 一一机器要好操作 它的界面是你一看就知道了 甚至你可以自己做 那第二个就是它非常的好清洗 我每天不用花太多时间在清洗这些东西上面 拿出来打一打洗一洗就好了 重点是你要发自内心且自在的去做 你每一件想做的事情 好了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曼妮冷冻南瓜 我保存然后分批使用 再来就是巴辣跟芭蕉当季水果 以及芽菜三日苗 这里看到有花生酱 我通常用一汤匙 以及黑芝麻利 它是取代坚果 你可以用核桃啊等等之类的 姜黄粉对身体很好 但是它需要有油脂 让它的营养素被充分的吸收 所以我会用橄榄油或者是芽麻仁油 苦茶油各式不同种类的油 在这一个我今天打的绿拿铁里面 我就是用了花生酱 花生酱可以平衡芽菜的味道 打绿拿铁黄拿铁或者是白坚果磨成粉 以及红拿铁等之类的 甚至浓汤 这台机器你要打冰沙冰块 甚至把它打成冰淇淋都可以做 现在上架6990给你最优惠 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次見